岳将军 向我们的岳将军敬礼 来 夫人用这么隆重的仪式 欢迎本将军回家呀 授前仪式结束了 我都在这儿等了老半天了 你怎么才回来呀 军区首长 要在寿贤仪式上提提希望 我呢 刚刚步入将军行业 也得表表态 来 让我好好地看看 我们家的岳大将军 真有将军的气度 来 我觉得你越来越帅了 今天晚上 我要给你做一顿最丰盛的晚宴 不用准备清宫药了 走 跟我走 这么大岁数了还拉拉扯扯呢 走吧 去哪儿啊 去了就知道了 走 老首长 我跟春月上来看你来了 老首长您好 小月 小石 好 太好了 坐坐坐坐 小月啊 我还啊 真的挺想你的 见到你们啊 真亲亲 老首长 这么久没见你了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老军长啊 这个是岳军给您带的营养品 岳军送的我要 老首长啊 您的身体挺好的吧 好 退了休 还是国防身体 你说小月啊 我在位的时候 她很少到我这儿来 我这儿退休了 她来得到勤了 老首长 你在位的时候我要是来啊 人家会说我是排马屁 你退了 我要是不来 别人会说我忘本 你这小子 是啊 老首长 您看这岳军啊 刚刚受了嫌 就拉着我 来向您做汇报来了 让我看看 有点将军的样子 比我那时候强多了 老首长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你 谢我什么 要是谢 就谢我曾经有个败号 让你当年的一生李大麻子 成就了你今天的将军之路 这更说明了老首长您的气度啊 哎呀 气度 实际开句玩笑 说实话 是党组织对你的培养 和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别看我这个老头子成天在家不出门 但是部队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 你当集团基金参谋长这一年来 围绕打着赢 狠抓司令部的建设的经验 好像在全军都推广了吧 我听了以后 真的 为你高兴 为你自豪 真欣慰啊 老首长 从我当兵的时候起 我就想成为将军 今天我终于当上将军了 可是我突然感到 肩上担子沉甸甸的 你放心 以后说什么话 办什么事 尽什么职 负什么责 我都会对得起我肩上这颗星 说得好 你们来吧 来 参谋长 参谋长 来 坐 来 坐 坐 坐 老李 参谋来了 好 我们几个来导称 参加集团军贯彻执行 中央关于军队 武警部队 和政法机关 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工作会议 顺便探望一下参谋长 早就知道你们来了 本来想晚上去招待所看看你们 没想到你们先过来 我听说参谋长啊 要亲自起草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对 这个关于生产经营啊 我还有点发言权 我自己写呢 能写到点子上 文件我们已经学过了 中央提出 军队搞商业性经营活动 会严重损害我军的战斗力和形象 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消极腐败现象 为了进一步推进党风联正建设 军队和武警部队必须吃黄粮 必须停止一切商业活动 中央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啊 当初参谋长力排中意顶住了压力 我们是才在两年前 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 很有先见之明啊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当时啊 要不是老吕和其他同志大力支持 那也不是我喊停就能停了下来的 你们在这儿表公 我啊 无地自容 岳参谋长 在停止生产经营这件事情上 我不得不佩服你 先任一步 走在全军的前头 我们时也提前撤出了商场 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使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其他的工作 都走上了正规 促进了军事效益的提高 认识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当时你是后勤部长啊 从你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你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岳参谋长 当初我是坚决反对你停止生产经营 可现在 我作为九十的代事长 却要在集团军的大会上 介绍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经验 真是莫大的讽刺 岳参谋长 开完会了 我听说军里开会 严密点事 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 给我装什么糊涂呢 岳参谋长 你是不明白杨带市长的意思 杨带市长现在最关心的是 他那个带子 什么时候去掉 我也不管要冒脚了 我听说军里开了会 刚研究我的事情 你是常理的成员之一 那我得走了个情况 跟我透露点消息 怎么着 想让我犯聚令 是 军里是开了一次会 但那只是酝酿 还没有行中决议 咱们是老关系了 今儿 透露一点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现在透露一点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 不外乎就两种可能嘛 你就做梁州准备 好 梁州准备 这不等于没说吗 是 单市长 杨兴荣 老所长 您好 您好 我这儿没外人 您说 什么 我知道了 你今天这怎么开车呢 怎么像乌龟爬山一样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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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的 是 开这么快干什么 快点过来 为了谁 为了谁 你说到底为了谁 来 老杨 什么时候来岛城的 岳俊啊 原来你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看来 你是来者不善 是因为你为人不善 我万万没有想到 在我背后捅刀子的人 竟然是你 我捅你什么刀子 来 你说我听听 你不要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问过你 关于我这个代师长 君常委是怎么研究的 你怎么说的 跟我玩儿八卦推太极 原来是你在我背后使坏啊 君常委研究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做了亏心事不敢说 但有人光明磊落 告诉我了 内部研究的事情属于机密 告诉你的人 这能算是光明磊落吗 可人家不整人不害人哪 我听说在常委会上 第一个向我开炮的人竟然是你 岳俊啊 你的意见直接影响常委会的态度 我苦苦地等待 我苦苦等待取消这个袋子 可最后呢 我等到的是一个对子 老杨 我不否认 我在军常委会上发表过这种意见 但是咱们都是几十年老党领老军领的老同志了 咱们平心而论 从知识结构 思想观念 年龄层次 这三个方面来讲 你都不适合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 你少给我来这套 不对 在地方 搞得寒手学习班 那我也是大学本科的完凭 我的知识结构怎么了 怎么不行了 你任副师长的时候 我曾经去替你跑过关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在师职单位 你担任副职完全可以胜任 但是现在 你担任九师的军事主官 我就是觉得不合适 我怎么不合适了 别说个师长 就是给我个军长我也能干 我的思想观念怎么了 落后了 陈旧了 成老郭董了 影响部队建设了 这么多年来一直说解放思想 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进步 等等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这样吧 办公室事多 咱们俩出去聊 按照军官服役制度 我还有四年才到死杠 如果我当上师长 就很有可能再晋升一级 当副军 那就更有机会跟你一样 放上少将的牌子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就不是好士兵 拿破仑 这句话存在着严重的 明立思想问题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的思想是错误的 问题是严重的 这个笔记本 还给你 至于匪业上 那句拿破仑的名言 我已经给撕掉了 免得惹麻烦了 我再提醒你一句 以后心里话不要写在纸上 免得惹更大的麻烦 老杨 三十多年了 你竟然还保留着这张纸 你这张破纸啊 不值钱 但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拿破仑是谁 但他写的那句话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就不是好士兵 也激发了我的理想 我得理想 那你当时还那么狠狠地批我 还说我这是明立思想在作怪 因为当时你太张扬了 在那个时候 用这种话激励自己 不合时宜 老杨 说心里话 当时你批我 后又保护我 我真的很感激 你就这样感激我吗 离现在少将扛上了 我呢 我有可能这辈子 都圆不了自己的梦 杨 别人不知道我知道 你改过年龄 改年龄的人多了 工作照样不干得很好吗 年龄到了就是到了 做什么事要问心无愧 我改了年龄 又不是耽误受贿 再说了 我的身体也不比你差 我只想为党 为部队 多做几年工作 怎么了 有错啊 有罪啊 那看你从哪个角度考虑 从你的角度 没错也没罪 从别人的角度考虑呢 你年龄到了 站着位置不让 任年轻同志怎么上来 这不仅是错 甚至是罪 好 好 老月 我不想跟你打罪仗 我听说现在 军常委正在研究 关于我的事情 我只恳求你 替我说几句好话 行不行 我这人你知道 名人不作暗示 我上次开会什么态度 我下次开会 还是什么态度 因为我没认为 我的意见错了 好啊 你没错啊 那是我认识你错了 是岳军让你们来当说客的吧 杨代师长 我和小梅来看看你 别叫我杨代师长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那叫你老杨 亲切点啊 我还没那么老 那我们到底要叫你什么呀 我受岳军大半辈子气了 你就叫我受气包吧 所以说呀 你要退了休 就不受我老岳的气了 是不是 你是清楚了呀 不光你受他的气 我受他的气还少吧 他就这么个认死了的人 你哪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是不是 就是 我说呀 这退了休也挺好 谁都有退下来的那一天 你想想 你带着全家人搬到岛城的干修所 你 红莹嫂子 我们还可以经常见面 多好啊 李副政委的老婆 也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了 我是女人 可没你们男人 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说实话呀 我早就盼着李盈虎退休了 你让李盈虎现在退休试试 那跳得比我还高呢 退休有什么不好啊 你看啊 我跟红莹嫂子 这么多年没工作 在家待着 不也过得挺好的嘛 淳于啊 你是将军的夫人 没工作也值了 我呢 这退休以后 跟红莹在家里大眼瞪小眼 那容易把眼睛倒瞪出来呀 好了好了 您哪 别再跟我们老月置气了 好不好 老月说呢 今天晚上呢再叫上那个 刘雪原亮和秀和 她呢要请客白酒 向你赔罪 老杨人呢 我去房间看过了 老杨把房间退了 人家连夜回带山了 老杨人呢 老杨这个头不好剔啊 哎 不好剔 你还去剔他 我也是没办法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孟盛 那个 把我的上衣 还有裤子都给我拿过来 在衣柜里挂着呢 你自己去拿呀 我也不老你放哪了 你给我去找 你看这手都是湿的 不就在衣柜里挂着吗 把它擦一擦过就完了吗 快去快去 把那衣服乱放 弄得我自己都找不着 瞎干净 不就在这儿吗 穿上 这什么你就让我穿哪 你穿了一辈子军装了 你就不能换一个风度吗 我换什么风度啊 我就喜欢军装 我就喜欢军人的风度 不是 我这花了一千多块钱 还是打折以后 你 你就 给我个那个穿一次 我又不是老板 我穿什么西装啊 一千多块 我买丢鱼干买多少了 谁说只有老板才能穿西装啊 你这个人真的是 顽固不化 我命令你 给我拿军装 快去快去 活了大半辈子 我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这甲克山 我买了好长时间了 就穿一次这个吧 哎呀 你怎么又把这件拿来了 这什么这是 这 我穿着就像卖菜的一样 我跟你说 不是拿军装吗 赶紧拿下我喝有事了 我跟你说啊 那些军装啊 我都给好了 准备寄给你 农村那些兄弟们 不行 你把那个啊 一千多块钱的西装 还有这个什么 扎克扎克的 给他们寄过去 那军装我 我留着 你怎么那么倔呢你 没办法拿你 你看这不找出了 你放哪儿了你啊 这不连好准备记走吗 这是 你说你这穿了一辈子 这 就不腻啊 这金章李花都没有 有什么好看的 我对军装的感情啊 你不懂 来 衣服给 冰痴 怎样当冰的人 来来来 你告诉我 用纱布一样 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 有高兴事 在我老伴面前啊 我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 得意忘记 但是在办公室 我是能沉得住气啊 我又要上了 真的 再生 那可就是正军职了 我的妈呀 我当初怎么那么有眼光 嫁了你这么大一个官 快说 往哪升 我现在是参谋长 在前面 再加一个副子 那就是 军区副参谋长 军区那什么概念 那可是一方战区啊 这消息可靠吗 据知情人透露 已经报上去了 就等着上级批了 那太好了 一会儿啊 我下厨给你做几个好菜 咱们好好的庆贺庆贺 等正式任命下来之后 我数数啊 台职 副联职正联职 副营职正营职 副团职正职 副师职正师职 副军职正军职 十一级台阶啊 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你可真行啊 老月 正是任命下来之前 不许对外说啊 知道了 这点觉悟我还没有啊 老厨长 听说这岳军又升官了 朱小旭啊 他升他的官 我钓我的鱼 这关我屁事 他不是你接的兵吗 这没有你 哪有他呀 话又说回来了 那你好像 也没沾他什么光吧 我这好不容易退下来了 心情平静了一点 你这不添堵吗你这不 我说老杨头啊 你看你那几个老部下里边 就是我混得最差了 这到了政团啊 就再也熬不上去了 结果呢 只好双下退休 虽然现在享受了 这副师的待遇 可这副师的官 我一天都没当过呀 你嘛 毕竟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副师长 还做过这代师长 这官隐啊 算是过足喽 朱小旭 这三岁长胡子 你瞧那点小老样 你能跟我比啊 可你也不能跟岳军比是吧 我这退下来呀 我这退下来呀 倒也自在 可以一门心思地钓我这鱼 还可以摆弄我那些乐器 我跟你说啊 过去啊 我可是号称 只要有个眼就能吹出犬来 现在算是名副其实了 我说一个眼你就吹不响的 什么眼啊 你听不上那眼啊 你给我吹个响你看看 你 好你个老羊头啊 我可是好心好意陪你出来钓鱼 你 你别不知好歹 谁让你陪我钓鱼啊 说这话我就白听啊 你自己钓 你自己钓 自己钓 我说你干吗拿我的鱼啊 我拿那几条鱼 回去哄老婆玩不行啊 你这人 这个老羊头 还是那臭脾气 老羊头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晚上给我弄点酒喝 老羊 今天怎么想起喝酒了 想喝了呗 老羊 军区副参谋长的事 我听说了 不提就不提吧 不提就不提吧 你现在的参谋长还是正的 要是如愿已尝了 反倒成富的了 官虽然大了一级 可 也不那么好听 是不是 你呀 不认识啊 你安慰我这些话 都是说给小孩听的 我当兵几十年了 什么风雨没有经历过 组织上能够考虑我 就已经是入围了 虽有遗憾 但也知足 老羊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来 来 坐 有事啊 怎么 没事就不能来了 你看你这好说呢 随时欢迎老领导老战友 批评之道 批评之道谈不上 我今天找你来啊 就是想跟你唠叨几句 随便唠叨 我问你啊 你那个 军区副参谋长的位置 怎么就没弄成呢 你也知道吗 不但我知道 干修索那帮老家伙都知道了 没成啊 就说明我各方面还不够格 你咋不够格啊 你除了有本事以外 没别的 你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毛足劲 好好干 我就不相信 我带的兵啊 抄不过老周朝带的兵 老杨 你的心思啊 我明白 能不能比得上人家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敢向你保证 比职务 有可能我比不过人家 但是比工作 我绝不输给他 你还在想 不像你 你不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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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帮他 你不肯定吗 你看这个 我肯定是一个人家 不肯定吗 嗯 话说早了 今天我约你们来 就是想让你们沾沾我的光 让岳军啊 再上一级台阶 你是哪一级领导啊 还能帮我升官 你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快倒出来 卖的什么管子 我听老排长说 你由副军升到正军 遇到点麻烦是吧 他让我劝劝你 我一想 咱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运作 黄晓亮 我可告诉你啊 如果是工作需要 当这个正军 那我愿意 如果要是靠什么运作 这我说话不应景 我还不如不当 你这思想太老旧了 现在这个社会 什么不需要运作 产品销售需要运作 企业发展也需要运作 没有运作 什么事也干不成啊 你这话说的也太绝对了 我没有一次提升是靠运作的 我不照样当上了副军了 关键是平房月亮这点本事 你能把老月扶正了 好 小瞧我了吧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说在美国啊 有这么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公 他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运作 能把比尔盖茨的女儿 变成自己的儿媳妇 信吗 信不信你先说说 你别着急啊 听我往下说 第二天 这个老头就来到世界银行总部 找到董事长 跟他说 我给你推荐一个副总裁吧 这个 董事长说 不不不不 我不要 这老头说 我给你推荐的这个年轻才俊 她是比尔盖茨的女婿 哎呀 你怎么知道呢 太厉害了 到头了 这个董事长说 比尔盖茨的女婿 那我肯定要 老头说 你空狗无凭不行啊 你说要就要啊 你得下个聘书 这个董事长 二话没说 当即下了个聘书 这人我要定了 我听明白了 你所说的这个运作呀 只不过是骗来骗去的把戏而已 元亮 这只不过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博人一笑而已 元亮 你的好意啊 我心里了 你的那个钱呢 还是留着运作你自己的生意吧 我的事啊 不用你管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老月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老家来电话了 说咱嘛 兄弟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了 娘啊 娘 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呀娘 娘啊 咱不是说好了吗 要活一千岁 活一千岁的呀娘 娘 娘 求您了 你看看月车 看看我们吧娘啊 娘啊 娘 娘 cz 我 Afgh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校长 我是您的学生阅君 阅君 当兵的那个阅君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家探亲 顺便来看看您 身体好啊 老了 眼睛也不好使 你怎么样 还在部队上 还在部队上 爹 阅君已经是集团军参谋长了 收将军先 你当将军了 当将军了 来 我猫猫 这小子胆是大的你啊 你不害怕 不怕 好小子 有出息 长大了想干什么 长大了想跟书一样 当大卫 背手枪 大卫算什么 将来要当就当将军 将军 好样的 你终于成了将军了 好好好 长出息了 我为你自豪啊 老校长 当年没有你对我的指导 不会有我越军的今天 请你接受越军 给您敬一个崇高的军礼 应该大卫给将军敬礼 崇高的人生理想 绽放绚丽的生命之花 经历四十多年奋斗 这个农民的儿子 登上了军律生涯的 第十一级台阶 陈佳 回来啦 回来啦 好 命令宣布啦 宣布啦 军区司令员亲自宣布的 从排长到军长 十一级台阶啊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 第十一级台阶上 老月 我特别为你骄傲 老官 你怎么把我以前的日记 都拿上了 我觉得呢 你这些日记啊 特别的珍贵 我在想 能不能把你当兵 几十年的这些日记 一本一本地整理出来 说不定 哪天能出一本书 如果能够让大家可以看到 你是怎么样从一个普通的士兵 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将军 那我觉得就是我 最大的一个手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钓鱼去了吗 钓什么鱼啊 我被卡了嗓子了 怎么了哟 我刚一出门啊 就听说集团军的首长来宣布命令了 哎呀 你已经退休了 这命令啊 跟你没啥关系了 少管先生 怎么跟我没关系 岳军的小子 产房川喜训他又生了 生了集团军的军长了 真的 你带的兵都当军长了 这你在老周头面前 还不更得意了 我在老周头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些啊 都是假的虚的 表面上风光一下罢了 你说岳军这小子 怎么能老这样步步高升呢 还有那个李英虎 也被提到九十的政委了 这不又是件好事吗 你说你带的兵 有在集团军当军事主管的 也有在贾总师当政治主管的 你呀 牛大喽 就你会安慰的 什么事情啊 换一种想法 就多想明白了 我不是想不通 只是心不甘的 我这辈子就这样 船到码头车到站了